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ton Android的小強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款要用腦去玩的遊戲 這款遊戲是第一集 我現在要介紹的這款是第二集 它叫做100 Daws 2013 即是2013年 對上一款是2012年 這款遊戲是免費的 這款遊戲的玩法其實也挺簡單 你進去之後就有Exit和Levels 你按Levels 你看看我現在玩到第10關 它就有100關 那遊戲是怎樣玩的呢 你要過關的話 先進去第1關 就是要進這個Lip 進到這個Lip 上到下一層 上到上面那層 就算是過關了 現在就示範一下怎樣玩 第一關其實很容易的 第一關就這樣按一下這裡 然後就進去 這樣就去了第二關 第二關呢 就比較有些難度 因為沒有按鈕在這裡 讓你按 然後這裡有個箭嘴 那你可能是一直這樣推上去 都不行 那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是要用電話的感應器 即是Axellometer 這樣打動 把電話打動 這樣就等它的波 碰到 紅色的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過關了 其實它的玩法都挺特別的 還有 每一關都不同 有時候 你是不知道要怎樣做的 頭的5關其實都挺簡單的 例如像這個這樣 你按了這個波 按這裡 然後再按這裡 放了個波上來 然後又是一樣的 把那個波這樣 碰到紅色的那個 然後你就過關了 就是這樣了 那之後的levels 就不試給大家看怎樣玩了 那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在Play Store下載下來 這遊戲是免費的 那照舊的link就放在Description那裡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話 就麻煩給我一個Like 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